住在海边 咱就得大早就吃海鲜 过来了你这一家 兄弟们 今天咱们起个大早去吃海鲜 就是这么豪横 今天咱要去尝一个特色的早点 海鲜拖 这一溜全是早餐摊 是不是 您好 这什么海鲜什么拖是您那儿吗 对对 昨天我刚电视才刚出了 昨天刚上电视 嗯 上到河北为是 对对对 您这特色是怎么个意思 是说 是拿海鲜弄成小饼 这里是皮虾肉的 看见了吧 这皮虾鸭鸡蛋 对 你看这里都是皮虾肉的 看见 哦 这是麻汉子的 汉子肉的 这是三倍 你看这个 三倍腰子 就是拿海鲜和鸡蛋 弄成饼 然后再拿大饼卷上 对对对 这属于北塘特色是吧 嗯 都是吃海鲜 怎么点就这些吗 是现在就有这几种了 就这三种了 还有炸虾和鲜鱼 这有炸小虾 小鲜鱼 这些拖是怎么卖的 现在这个拖都是8块钱一套 这一套是连饼和什么都算上了 我来一个拖 来个炸鱼 我怕你吃苦了 吃得了 我吃得了 我早晨的饭量相当可以 吃个饼的时候 就这 这皮皮虾什么 都是您 每天给它包出肉的 然后摊 9月份开海的时候 起船上瘦 瘦过来之后 回来自己慢慢搅 搅完之后 拿蒸红包做 包装好之后 各种户里 囤能囤多少斤那一下 咱皮皮虾2000斤吧 皮皮虾囤2000斤 自己有仓库吧 有冷库 哈哈哈 你这么小个摊 还弄个冷酷 小虾米 小辣椒 老虎菜 老虎菜 好嘞 十七 皮皮虾霸鱼海鲜托 老板还挺善聊 人家各个电视台 人家还刚刚拍过人家 这属于典型的地方特色 我这算不算蹭热度 住在海边 咱就得大早就吃海鲜 这属于咱们北塘的特色 靠近海边都是吃海鲜 然后它叫什么托 其实就是 把这种各种的海鲜肉 还有鸡蛋 还有点面 摊成一个饼 它得叫托 味道还是可以的 能看见皮皮虾肉吗 这鸡蛋饼很厚啊 来条小霸鱼 老板还建议我分开吃 没给我卷了 也说怕串味 这小霸鱼好吃 很鲜 然后有点椒盐的香味 肉很嫩 好吃 小霸鱼 我这条是九块 大小个不一样 大早上来这一套 是不是太豪横了 不是豪横 别看人家摊不大 老板为了保证海鲜的新鲜程度 人家开海的时候都会囤很多 自己还有冷酷 这么个小摊自己还有冷酷 光皮皮虾 人家当时囤了2000斤 目测 皮皮虾鸡蛋饼里边 托里边有三个皮皮虾肉 吃过来了你这一句 老板还怕我点多了吃不了 他是不知道我早晨的饭量 你供了你的饭量 实话实说我觉得这小霸鱼好吃 比海鲜鱼还鲜呢 也有点小遗憾 就是这饼和海鲜鱼 都不是特别特热 我觉得 不知道是不是有来晚的原因 行 今天视频就这样了 我得慢慢吃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我比较爱吃早餐 拜拜 大家想着点关注点点赞